后期法力的凝结程度果然不是中期可比 他口中默念法觉 体表浮现出了如同液体一般的黑光 仿佛一层黑色沙衣笼罩在了他的身上一样 他活动了一下身体 感觉肉身力量也增大了许多 怎么回事 就在此时不远处紫光一闪 赵千颖的身影从闭关之处飞了出来 看着另一边消失的山峰撬脸一变 随即他美眸一转看向了柳明 柳明目光一闪从闭关之处飞了出来 你 你已经突破到了天下后期 赵千颖目光在柳明身上一转 撬脸微微一变 是的 因为一个意外侥幸进阶了 柳明淡淡地说道 赵千颖美眸一阵闪烁不定 随即口中轻哼了一声 扭头故意不看柳明 柳明苦笑一声正要说些什么 就在此刻其脸色微微一变 又怎么了 赵千颖目光瞟到了柳明神情的变化 不由地出言问道 柳明没有说话 他单手一扬地祭出了一颗山河珠 山河珠空间之内 黄浮欲破全身紫光大放 幻化成了一道道紫色霞光 朝着周围散发而出 山河珠空间的黄色雾气 似乎受到了紫色霞光的压迫 而无法近其身形摆杖范围之内 紫色霞光当中 渐渐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法向虚影 强烈的法力波动 从法向虚影身上扩散而出 法向虚影头部突然亮起两点紫光 周围的紫色霞光一闪 幻化出了无数紫色漩涡 将山河珠空间 搅得元气大乱 几个呼吸之后 黄浮欲破 徐徐睁开了眼睛 他一挥手 身后的紫色巨大法向 一个模糊 融入他的体内 刺目的紫色霞光 也很快消散开来 黄浮欲破目光朝着周围看去 就在此刻 一股无形的空间之力 包裹住了他的身体 黄浮欲破眼前景色一变 身形一闪 出现在了魔渊之内 柳明和赵仙影前方不远处 柳明目光闪烁 手中打出一道法诀 山河珠一闪而逝地 飞入他的袖中 黄浮欲破身为通玄大能 心念一转 一瞬便对眼下的情况 有了大致了解 目光深深地看了柳明一眼 师尊 赵仙影看到黄浮欲破的身形 脸色大喜 身形一闪 飞到了黄浮欲破的身旁 一把抱住了黄浮欲破 哪里还有皇家天女 稳重端庄的风范 影儿 你怎么会在这里 黄浮欲破目光一转 落在赵仙影的身上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惊喜之色 伸手轻轻抚摸着 赵仙影的紫色秀发 脸上满是溺爱的神情 赵仙影似乎是很享受这种抚摸 脸上露出了小女孩般的甜美笑容 依偎在黄浮欲破的身旁 两人互相抱了一会儿 赵仙影瞥了身旁的柳明一眼 离开了黄浮欲破的身体 影儿 我一直以为 你被柳家之人抓住了 怎么会在这里 还有 那个人是谁 黄浮欲破 拉着赵仙影的手 目光看了柳明一眼 面带疑惑地问道 师尊 影儿从来也没有被柳家之人抓过 是父皇和师尊你们 不愿意带我来磨冤 我就偷偷地跟来了这里 就跟着别的人 进入了磨冤 赵仙影瞥了身旁的柳明一眼 说道 哦 跟谁进来的 黄浮欲破顺着赵仙影的目光 看了柳明一眼 心中闪过了几分了然 但还是开口问道 就是那个人 他叫柳明 不过并不是柳家之人 赵仙影 赵仙影 柳明 柳明 柳明也没有过来 只是摇摇 抱拳行李 神情之间 却是不卑不抗 原来是 倾家家主 不必多礼 黄浮欲破 目光中闪过了一丝差异 随即 淡淡地摆了摆手 一旁的赵仙影 见柳明 面对自己的师尊 一个真正的通玄境大能 却表现得 如此淡定从容 眼中也不由地 闪过了一丝异色 我记得之前 在摩云塔之下 被柳家之人暗算 身重剧毒 重伤昏迷 莫非是柳道友 为我解的毒 黄浮欲破 威以纯隐 有开口问道 师尊 当时的情况 是这样的 我和他那个时候 也在摩云塔附近 不过 没有现身 柳明还没有说话 赵仙影 却已经飞快地 将一切解释了一遍 顺便将几人 在摩云塔中的建文 也说了出来 原来如此 看来得多谢 柳道友 一路照顾小徒 此番摩云结束 回到皇城 本座必定 会亲自 上奏摩皇大人 对道友和倾家 有所加赏 黄浮欲破 淡淡地说道 柳明文言 脸上闪过了一丝尴尬神色 淡淡地撑血了一句 并站在一旁 一言不发起来 若是魔皇知道了 他和赵仙影之间的事情 恐怕嘉奖 就会变成追杀了吧 黄浮欲破 眼见柳明态度 有些不温不火 心中不由的 有些奇怪 寻常地方的家族族长 见到中央皇族之人 大多会趋以巴结 想尽一切办法接近 毕竟 在目前的万摩大陆 黄浮世家 可是最大的势力 其中的一些长老们 手中更是掌握着 不小的资源 藏州 清家 他可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显然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家族 作为族长的柳明 在听到自己之前的 那番话后的表现 的确有些反常 不过他虽然觉得奇怪 也懒得去深究 和柳明 随意地交谈了几句后 便不再理会他了 黄浮欲破 轻浮着赵千颖的紫色秀法 慈爱之意 显了无遗 中央皇族的这次行动 虽然已失败告终 连魁赵长老 也不幸葬身于此 但不幸中的万幸 是顺利地寻找到了公主 如此也算不需此行了 对魔皇也算有个交代 赵千颖 拉着皇浮欲破的手 谋中也闪过了几次柔情 他自幼 母亲便不在身边 从小便和这位师尊 甚是亲密 可谓是一师一母的存在 此刻历经诸多艰险后 久别重逢 更是有无数话要说 不过话到嘴边 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映儿 你的法力 似乎已经进阶 到了天象镜中起 咦 不对呀 怎么你的五级幻魔宫 纯阴之力已失 这 皇浮欲破 上下打量赵千颖几眼 脸色突然一变 他瞥了不远处的柳明一眼 最后一句话 却是使用纯阴之术 赵千颖神色一正 小嘴半张 却没有说出话来 皇浮欲破 面色一沉 连忙一挥手 张开了一个紫色结界 将他和赵千颖 笼罩在里面 不远处 柳明的脸色微微一变 虽然刚刚皇浮欲破 最后一句 使用纯阴之术 但是以他的阅历 自然猜到了 皇浮欲破 所说的是何事 他心中瞬间转悟了无数念头 脸色一阵变坏 不过最终 他惺呼了一口气 静静地站在了原地 没有动 目光则是望向了远处的虚空 紫色结界之内 赵千颖脸色飞红地 站在皇浮欲破的面前 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 扭腻地说道 师父 我 皇浮欲破 靠着赵千颖 片刻之后 轻塌了一口气 五级幻魔宫 乃是我皇浮世家 秘传的至高点级 一向只有完毕的处子之身 方能够修炼 不过你现在 已经到了天象境中期 功法早已大成 没有了原因之体 倒也没有什么 只是 皇浮欲破 说到这里 语气一顿 随即目光一立 声音顿时阴沉了下来 只是 那个男人 是谁 赵千颖默然不语 一时没有说话 美眸飞快地 偏了结界之外的柳明一眼 柳明此刻就站在那里 只要他一张口 皇浮欲破 肯定会出手 狠狠地教训柳明一顿 甚至只要他愿意 让皇浮欲破 直接杀掉柳明 一泻心头之恨 也未尝不可 这样的念头 这几天 他心中不知 转过了多少次 可是事到临头 他却不知 怎么有些犹豫起来了 果然是他 皇浮欲破 目光何其敏锐 赵千颖刚刚的飞快一瞥 自然逃不过他的眼睛 皇浮欲破望向外面的柳明一眼 脸上杀气一闪 不过想起柳明曾经救过自己 神情间的杀意略以收敛 但依旧没有消散 结界之外 柳明脸色微变 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一股强烈杀意 从结界中透出 他心中苦笑一声 没有什么举动 仍是站在那里 影儿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和他怎么会 皇浮欲破 威翼沉隐 稍微冷静了几分 开口问道 赵千颖翘脸一红 扭捏了一下 终于将他们两人 孵下了升仙丹 之后陷入幻境 最后稀里糊涂的 和体之事说了一遍 其实这也是自己 这几天顺利进阶的主因 只是说到最后 已经有些语无伦次 耳根处已经是 红了一大片了 升仙丹 皇浮欲破 难难说了两句 若有所思 随之神色恢复正常 唉 如此说来 也不能全怪他了 皇浮欲破 最终叹了口气 如此说道 师父 你也知道这升仙丹啊 莫非我和他真的 被这丹药之类影响 所以才 赵千颖用极低的声音 却生生地问道 可以这么说 升仙丹是上古时期的丹药 因为此丹服用之后 除了能够极大的精进法力 整个人也会变得飘飘然 如灯仙界一样 故尔得名 服用此丹药之后 人的各种机能 都会在幻境之中 无限度地放大 变得无法自已 男女情欲 自然也是其中的 最为本源的一种 皇浮欲破 说到这里 赵千颖 翘脸一红 所以上古修士服用此丹之前 一般都会将自己 关在一处密闭空间之内 以免自己身体 无意识地行为闯祸 你们不知道这个禁忌 竟然同处一世 服下升仙丹 所以才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的 皇浮欲破 继续说完这些 原来是这样 赵千颖美眸一闪 悠悠地说道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你打算如何处理此事 皇浮欲破 看着赵千颖 问道 赵千颖有些张口结舌 一时说不出话来 你若恼怒这人 坏了你的清白 师父可以替你出手 斩杀此人 以献你心头之恨 皇浮欲破 语气淡淡 说出来的话 却冰冷如刀 赵千颖脸色变幻 两久之后 还是一言不发 皇浮欲破 目光一闪 心中 叹着口气地说道 其实 我看那个柳明 也是无心之事 而且 他刚刚说自己 也是一家之主 修为 也很不错 已经到了天下后期 听你刚刚说 他在摩云塔中的表现 他的实力 应当还不止如此 既然如此 他倒也配得上 做你的夫婿 成为 我皇甫家的驸马 师父 你怎么这么说 赵千颖脸色羞红 小女子一般地 跺了跺脚 口中 说道 女大当家 你如今年纪 也不算小了 这些事情 早就应该 好好考虑的 皇甫欲破 笑了笑 说道 师父 赵千颖 拉长了声音 仿佛 撒娇一般地说道 她作为万魔大陆 第一道势力的 皇甫世界的公主 可以说一出生 便是含着金钥匙的 修炼资源等等 都从没有缺过 更是受到了 族内得 各大长辈的宠爱 且由于姿色绝美 更是受到 各大世家公子 乃至 朝中贵胄的 仰慕追求 可谓是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所以 其一向自视甚高 对于这些追求者 向来 不屑于故 之前阴差阳错之下 失了原因之体 自然恼怒柳明 占了她的清白 此刻明白了 原委后 对柳明的一点怨恨之意 却消失了大半 毕竟这柳明 在某渊秘境中 表现出的实力 心智 结实极高 且数次救过自己 赵千颖心底 对其 其实颇有好感 而且她的清白 既然已经给了柳明 将错就错 或许是最好的办法了 感谢收听 摩天记